你妈什么意思啊 什么我妈什么意思啊 我朋友啊 人家去男朋友家 人家男朋友家一般都会准备红包的 我去你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你是想要我 我妈我家他们给你红包啊 对啊这是重视的感觉 这是现在我妈还没结婚啊 是吧 再带你去我家见我爸妈 这就要拿红包啊 那后面就会结婚了呀 我感觉你家一点都不重视我 不是不重视你 你为什么要揪着这个红包呢 我就搞不清楚了 我想要被重视的感觉啊 我那些朋友人家去 他男朋友家人家都是包一万一啊 就是万里挑一啊 这样子的啊 你傻啊 你家不包个一万一 也至少包个一千吧 我看你是想要见面礼吧 是想要钱吧 想要红包吧 什么呀我也不在一千啊 我就是想要被重视 重视这个 钱代表不了重视 怎么代表不了啊 那别人有的我也该有啊 我我也 我还比别人好呢 比别人漂亮呢 我也不差啊 难道你能为了这个没有见面礼 就不在一起了吗 对 对 第一次去就没有以后去也会没有的 那没有见面礼 我们该进行我们的 爱情还是要进行的呀 是吧 我们进行还要 我们的爱情要走下去的呀 都得不到祝福还有什么可进行的啊 自己分手得了 没有 见面礼就是得不到祝福啊 对呀 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很想让我们在一起的 那很想就表示表示啊 啥表示也没有 一定要拿钱表示吗 对呀 很搞不懂啊 你妈怎么想的嘛 我妈怎么想的啊 我爸妈他们在老家是吧 收入都没有 你就想要见面礼 而且要就就要那么多 那个收入没什么关系 你有多少就包多少嘛 可是他们这家真的没有收入啊 是吧 他们做农活啊 一年到头就只只挣得了那些玉米啊 只得了一些农错物啊 其他的都没有收入的 如果玉米多呢 还可以卖玉米 可以赚一些钱 玉米少啊 也卖不了钱啊 这样子的 你现在还帮你妈说话是吧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是吧 我们自己在外面自己打拼 能够自己赚钱呢 就不要尽量不要问老人要钱啊 我哪是问啊 这些都不用问 要你家自己主动给 钱也算是不问嘛 但是就算老人给尽量不要拿了这东西 什么呀 你想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怕我拿了不跟你在一起 你家亏了 不是啊 老人正常本来就不容易 是吧 就算他们给我们也应该懂得拒绝 什么拒绝该要就要 这个是 疑似感 懂不懂 重视的感觉 不疑似感 这个是为了他的钱吧你 为了钱 我都说了有多少包多少 我又不是说一定要包个一万 那你想要包多少啊 你看到我家这个情况 什么都让我说出来那都没意思了 那我家这个情况你觉得适合包多少啊 那我都回来了还包什么包啊 对啊那回来了过都过了就不要说那些了 对啊 我说我不想过了 就因为这个事情你就不想过了 对 你有没有搞错呢 搞错了吧 就因为这么讲这些事情 这是一点小事情吗 对啊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来说是被重视啊 你家不重视我 这本来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啊 哪小了 那婚礼你们家是不是也不办啊 也是一件小事情啊 婚礼是要办的 那彩礼你们家是不是也不打算给啊 这也是一小事情 你那个还是得看你家那边的要求啊 是吧 能给就给 能给就给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本来啊 能给就给啊 不能给就不给啊 不能给也没办法 给不了的 是吧 在你看来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在我看来就是人生大事啊 要觉得不行 咱们俩就早点分开吧 对我不满意的话 不要浪费时间了 一个见面礼就是一辈子的大事情啊 对啊 我的天啊 你看你自己都不顺势 你家怎么会重视呢 我重视的呀 那你就去之前 你就应该叫你爸妈给我准备钱